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實體加工實習的課程 是要做餅乾跟杏仁餅 杏仁薄餅 今天的課程就是要做兩種產品 一個是餅乾 一個是杏仁薄餅 餅乾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先做餅乾 接下來再做杏仁薄餅 我們的材料主要就是 低筋麵粉、砂糖、奶油這些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先各主的主黨過來這邊 跟職日主一起來分配材料、食材 先把餅乾的食材襯量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把杏仁薄片的食材也襯量 那蔣義呢 各位同學 你就拿著看著講義的量 就把各主的量 襯量清楚這樣子 同學你可以先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這邊示範組給你們看 我們首先要把奶油 奶油跟糖先打散以後 把它打勻以後 或塞麵粉放進來 我們把高盆拿來 我們把高盆拿來 然後把三分之一的細砂糖跟奶油一起打 好 可以拿打蛋器 把那個奶油跟糖先打勻以後 要用三分之一的糖進來 用奶油跟糖 好 好 快一點把餅乾做完 接下來的步驟我們就是要做杏仁薄餅 先把餅乾這個步驟放進來 打勻以後 打勻以後 加一顆全蛋 我們把所有的糖跟奶油打勻以後 打一個蛋進來 沒有吃 沒有啦 下午就要吃 真的要吃 沒有啦 下午就要吃 然後你要吃 要吃 要吃 下午就要吃 下午茶 走 上面 下午茶 下午茶 接下來我們把全蛋放進來喔 我們把全蛋放進來 繼續打勻 那通常我們要敲蛋的時候 最好是敲在碗上 然後再放進來 那你就是敲在碗子上 為什麼要把蛋放在碗或者是鐵盤上呢 因為萬一蛋是壞的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先看 好 蛋是新鮮的OK的才放進來喔 好 開始 然後繼續打散 然後再放 再放麵粉跟可可粉跟泡打粉 然後破篩你還要拿粉 然後再放在碗子上 然後再放到碗子上 這樣子 同學有了解嗎 我們先把蛋打進來喔 打進來之後 我們把丁盤面粉 做丁乾最主要就是要用丁盤面粉跟可可粉阿 那你也可以用茶粉喔 除了可可粉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茶粉 把糖跟奶油全部混合 糖跟奶油全部混合之後 放進全蛋 打勻 打勻以後我們現在要把 這個粉 就是低筋麵粉跟可可粉 還有泡打粉一起 放進來 泡打粉只有0.5公克 所以我們要先放在麵粉 然後過篩放進來 好 來 你放旁邊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 你不要緊 過來 過來 好現在我們要把 泡打粉跟低筋麵粉 你要過篩放進來 мин 還有可可粉 粉 還有可可粉 火腿 好 好 好 弄成麵團之後,要保鮮膜放冷凍 我們現在就是把低筋麵粉用過篩進來拌進去 拌進去剛剛的蛋跟奶油跟糖 接下來我們把可口粉也放進來,過篩進來 來,請同學看一下,我們用刮刀把它拌匀 把低筋麵粉跟可口粉拌進來之後,再把它拌匀 再把它拌匀做成麵團 做成麵團之後,把保鮮膜把它裹成麵 把麵團抹了以後放進冷凍就可以定型 等一下我們定型就可以來切 等一下,大概放進冷凍要計時一下 20分鐘到25分鐘,半軟的情況下 主要是一個定型的動作 冷凍是定型的動作,我們等一下就要拿出來切 切了以後就放在烤盤上 來,來 還要再繼續推翻 等一下看一下,這樣看到嗎 大家把它攪拌成麵團 所以你現在的巧克力麵團就是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做成巧克力餅乾的這個麵團 這個麵團 各位同學 你剛剛有記得 有放一點點鹽 這個鹽是一點點的量 主要是用在提味 是用在提味的 好,可以 可以 好香 要不要乾淨的不乾的 要不要乾淨的不乾的 可以 可以了嗎 沒有,保鮮膜撕一段過來 沒有保鮮膜 也可以用鋁脖子 鋁脖子 用鋁脖子 包了定型之後放得動 沒有保鮮膜 也可以用鋁脖子 鋁脖子 用鋁脖子 包了定型之後放得動 好 好 把它裹成圓形 你把麵團裹成圓形 因為等一下 我們就要依據你的圓形呢 要切成0.4公分的薄片 所以你的餅乾的形狀 你現在就要把它定型喔 把它弄成圓圓的一長條 圓柱狀 同學 懂嗎 可以把它弄成圓柱狀 放到冷凍20分鐘就好了 它主要是定型 等一下就放在烤盤切一切 就可以開始烤了 同學 把麵團 把這個定型麵粉 跟奶油 跟砂糖混的麵團 放到冷凍去把它定型了以後 等一下我們固定定型了 我們再來切0.4公分 OK 我們現在先做成圓柱狀 放到冷凍20到25分 那在烤的中間呢 我們接下來馬上來做 杏仁薄片 那杏仁薄片呢 主要的主題就是有杏仁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蛋清取出來 蛋黃不要放進來 不要放進來 所以這個蛋黃等一下是不用的 我們取蛋清就好了 然後呢 沙糖還有低筋麵粉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低筋麵粉 過篩放過來 把低筋麵粉 過篩 沙糖跟鹽放進來 沙糖跟鹽放進來 沙糖跟鹽放進去 沙糖跟鹽放進去 沙糖跟鹽不用過篩 沙糖和鹽放進去 沙糖 con 奶油放进来打散到看不见坨 看不到一整坨这样子 把奶油放进来打散 打于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把蛋清干奶油打散 还有跟糖 要打到奶油打散 不要沉默 继续打 继续打 继续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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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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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常放進來,常放進來一起 均勻之後把它鋪到烤盤 跟這個杏仁鋪片用刮刀一起攪拌 然後就放到烤盤上去 刮刀輕輕攪拌 混合均勻之後就放到烤盤 大概7公分的直徑 弄成圓薄片7公分的直徑 烤盤涂油以後 我們要把餅乾切成0.4公分 放在烤盤上,然後進入烤箱 把剛剛冷凍的麵團拿出來 切切0.4公分 0.3到0.4切 切完之後放進去 切完之後放進去 0.3,0.4公分 0.5就差不多這樣子 0.4公分 可以用刀子或是刮刀 這個沖底厚 太厚,太厚就不容易逃爽 太厚,太厚,太厚 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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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平哥那东西好像是我们这边打一招 好,0.4公分薄片的饼干,你可以做一点造型 同学,你可以做一点造型 放进去 你可以做一点造型,然后放进去 拿走 拿走 0.4的薄片 同学,做成0.3,0.4的薄片 可以吗?请同学看 请同学看一下,做成0.3,0.4的薄片 然后要做一次,然后做在烤盘上面 然后放在180度烤 可以烤 先烤5分钟 5分钟再翻面 所有饼干的面团做成小饼干 然后呢 放进烤盘 放进烤盘,之后放进烤箱 Hello 放进烤箱 放进烤箱 好 大概180度 上火下火180度 5分钟转向 5分钟转向 然后大概再2次 就OK了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刚刚的杏仁 火片 一勺一勺一勺 这个就好 一勺一勺 接下来一勺一勺 一个三勺 一個三勺 一勺一勺 月日日日 髓 转向 让我们 继续 把杏仁剥片推开 然后尽量 尽量均匀 尽量均匀 你把杏仁剥片全部都进来了吗 全部都进来了 然后就这样讲 好来我们把它推开 你用 弄成圆圆的一坨一坨 用圆圆的一坨一坨 把它尽量用 尽量用成圆圆的一坨 平均的薄片 只能要尽量 用圆圆圆的一坨 尽量均匀 我总给你搭 你去拿盒子 要不要换 对 我想要换 你不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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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 我换 你换 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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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每一個都只有一片的杏仁博片 這樣 杏仁博片 贏歸博片這樣子 發歸的回憶 把杏仁博片推開 推成一個博片 最好造型是一個圓圈圈 這樣可以嗎 好好 推好了之後 放進烤箱 180多C 放進烤箱 180多C 180多C 5分鐘之後 改成130就好了 今天的餅乾 這個餅乾OK了沒有 可以了 上色了 OK 可以降溫到150度再兩分鐘 好不好 150度C再兩分鐘 降溫150度再兩分鐘 下面一個我們要看的是杏仁博片 還沒有好 所以我們又繼續再加5分鐘 轉向 轉向 繼續5分鐘 繼續再5分鐘 180多C 5分鐘 改成170好了 1分鐘 170 50分鐘 5分鐘 改170度C 5分鐘 因為剛剛邊有一點焦 好 巧克力餅乾可以了喔 好 我們把烤箱的溫度關掉囉 進去烤箱的餅乾 最好造型後果是一樣的 造型後果是一樣的喔 好 比如說這一盤 有很多敗筆啦 我要告訴你們解釋一下敗筆 比如說這個太厚 這個太薄 這樣都是敗筆 因為我們希望進烤箱的時候 都是一致的喔 形狀 形狀跟厚薄是一樣的 這樣子才會整盤的品質才會一樣 你不能等一下高性就厚一點 大一點 這樣不行 我們要做均勻一點 就是你做出來的成品 最好是厚薄跟大小是一致 這樣品質才能一致 同學看一下喔 性能薄片做好的成品 做好的成品要像這樣子喔 最好都是 剛剛老師有跟你們特別講 最好都是每一個成品 只有一塊小性能薄片 而且做出來的大小要一致 這樣子才會很漂亮 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看出這一組做得超漂亮的喔 顏色都一致 而且真的是很薄片這樣子喔 好 那顏色一致 造型也要一致 好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的課程到此結束 好 各位同學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